近年来,中日之间的矛盾持续加剧,暗战逐步升温。 文章深入剖析了中日博弈背后的种种复杂因素,特别是日本核污水排放问题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自2023年8月24日,日本无视中国抗议,启动辅导核污水排放后,事情开始走向复杂化。 中国随即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品,双方紧张关系迅速升级。 事实上,核污水排放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成为了中日博弈的核心政治筹码。 日本急于推动污水排放,而中国则利用此事加强对日本施压。 尽管国际社会态度模糊,中国却依然扮演了反对者的角色,成为核污水排海问题上的雇佣者。 通过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品,中国不仅打击了日本重要的农鱼产业,还动摇了日本国内的证据。 数据显示,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海鲜出口在2024年骤降92.3%,许多渔民的生计受到了重创,进一步导致自民党支持率下滑。 对于日本来说,核污水排放不仅影响了与中国的关系,还在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弹。 日本渔业协会甚至多次组织游行,要求停止排放,但由于该决策是高层的政治考量,渔民的呼声未能改变现状。 核污水问题只是中日暗战的一个显性事件。 事实上,自去年以来,两国在多个领域的矛盾愈演愈烈。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视为准敌国,并在南海、东海等地区频繁进行军事活动,加剧了双方的摩擦。 2024年7月4日,日本驱逐舰梁月号擅自进入中国领海,更是将局势推向了剑拔弩张的边缘。 尽管中国军方迅速做出反应,但日本一度对此装聋作哑,迟迟没有给予回应。 不仅如此,2024年8月和9月,中日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包括中国军机进入日本近海空域,辽宁舰进入日本皮帘区等,都让日本紧急战备。 双方在军事上的对抗不断升温,而一些极端的社会事件,如中日混血男童在深圳遇袭身亡,更加剧了两国间的敌对情绪。 日本借此大肆炒作,外相甚至亲自访华要求取缔极端言论。 看似,中日关系已紧张到了极点。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9月20日,中日双方突然宣布,在核污染水问题上,中日达成了一致,日本同意中国独立队和废水排海进行取样监测和数据收集。 中国将根据科学证据考虑调整相关措施,逐步恢复符合标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 随后,日本在9月24日宣布,已撤换了闯入中国领海的梁岳舰舰长。 9月26日,中国向阳洪号科考船上一名船员手指意外受伤,船上缺乏医疗条件,日本特地派出海上自卫队的一架飞机前往营救了中国受伤船员。 很多人奇怪,前几天还剑把弩张呢,最近怎么又缓和了? 其实吧,这些事件看似是一个个孤立事件,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有一条线贯穿其中,终日暗战。 咱们都知道,作为在地缘上隔海相望的两个国家,终日历史上的安安怨怨怨太多了。 因为现在两国又分属不同阵营,现实利益的冲突和历史仇恨相交织,导致终日这些年的暗战一直此起彼伏。 但是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在过去,终日暗战,日本的牌多一些,中国的牌少一些。 原因很简单,中国要从日本进口的光刻机原材料,光刻机技术,高精度机床,生物医药等等产品和技术。 这些产品和技术大多是单一来源,也就是说,如果日本收紧出口,中国短时间就很难找到替代品,比如尼康光刻机和光刻机原材料。 所以,前些年,对于日本的咄咄逼人,中国基本上还是处于稀释宁人的态度的。 很少主动把事件升级,就是不想影响中日正常的经贸和技术往来。 但是呢,万万没想到,日本给中国送了一张牌,排放核污水。 排放核污水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显然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如果科学问题运作好了,也完全可以成为政治筹码。 而且,中国是有充足的升级理由的。 首先是日本混淆了核汽水和核污水的概念。 核汽水是经过二次回路后拿来降温的水,不与核燃料接触,基本无害。 日本的核污水是把海水灌进了反应堆内,与核燃料接触了的污染水,这能一样吗? 就算日本又是说无害,又是请国际原子能机构VEA去检测,试图证明这些水经过处理后没问题。 但谁能保证它完全没问题,没风险? 毕竟你那一套处理系统,只能处理川河碳14,处理不了色137,490啊。 再说,以日本人的造假传统,谁知道日本人的检测有没有造假? 所以,日本政府单方面强行启动辅导核污染水排海,是无视国际公共利益的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那么,本着对本国国民负责的态度,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排放核污水做事不理,必须禁止日本水产品。 咱们退一万步说,即使最后证明这水没问题,起码也推高了中国监测措施的成本,还导致了民众恐慌,渔民利益受损等等问题。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损失,日本不负责行吗? 所以,在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的问题上,中国面对西方国家的集体静默,面对韩国的唯唯诺诺,中国几乎扮演了孤勇者的角色,扛起了反对日本核污水排海的大旗。 说实话,对于中国这一反制措施,日本人是很头疼的。 为啥? 因为水产品出口是日本的重要产业之一,而中国大陆此前是日本食品农水产品最大出口目的地。 日本农林水产省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日本农林水产品和其他食品出口额出现四年来首次下滑,同比降低1.8%,总出口额为7013亿日元,100日元约合5元人民币。 其中,对中国大陆出口额骤降43.8%,仅为784亿日元,其中海鲜出口额断崖式下降92.3%,仅35亿日元。 日本去年同期对中国大陆的善备出口额为223亿日元,今年的出口额则为0。 更关键的是,有中国这个挑头的,世界上不少国家都跟着中国的禁令制定了政策。 比如俄罗斯、瑞士、科威特、马来西亚、韩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14个国家和地区,在完全或部分停止了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 这样一来,对日本农产品出口就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虽然日本政府花了70亿日元,跑到各国去宣传,鼓励转移出口目的地,却依然无法弥补产业损失。 这样一来,日本渔民的利益必然受损。 前不久,猫哥关于日本米荒的文章中介绍过日本有个产业行会组织,农协。 但其实在日本渔业,也有个类似的组织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渔鞋是从头到尾都反对河污水排海的。 这完全可以理解,在河污水排海的情况下,必然带来市场恐慌。 渔民打回来的鱼没人敢吃,那渔鞋的利益不也受损了。 但是因为污水排海是高层决策,鱼鞋扛不住,最后还是排了。 结果,日本大阪的海鲜交易中心禁止福岛海鲜进入,而其他地方的海鲜也遭到冷落。 特别是金枪鱼的市场行情暴跌,从最初的2000日元每公斤跌至800日元每公斤。 不仅日本国内的水产品市场也崩了,就连国外市场也崩了。 日本渔民的平均收入一下子减少了30%多。 个别产品,比如扇贝,更是减少了50%,日本渔民的生活陷入困境,许多渔船停滞,附近水产商铺纷纷关门打击。 这谁能愿意啊? 所以,在鱼鞋的带领下,日本渔民相继在大阪、神户和中央区等地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停止污水排海。 虽然游行解决不了问题,但选票是可以的。 日本首相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经由执政党总裁担任,所以执政党的支持率至关重要。 因为渔民的反对,执政的自民党支持率接连下降。 今年6月份到达最低点,跌至19%,这是2001年以来,自民党作为执政党的支持率首次跌破20%。 作为排海的罪魁祸首,岸田内阁的支持率为22%,为岸田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支持率。 现在知道为啥岸田扛不住了,选择退选了吧。 因为他知道,自己搞的事情实在天怒人怨,在选举只是自取其辱。 那么,对于有意接任岸田担任首相的人来说,如何挽救自民党的支持率就成了首要大事。 说得直白一点,谁能搞定中国,谁就能成为新首相。 这样一来,就给中国送来了一个换筹码的机会。 对于如何搞定中国,日本显然是分了两派,强硬派和谈判派。 强硬派,以现任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现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氏早苗,现任外务大臣尚川阳子等为代表。 可能很多人奇怪,林方正不是清化派吗? 怎么也是强硬派? 其实吧,二战后的历任首相,哪有真正的清华派? 最多只是了解中华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生态的知华派而已。 但是,知华派并不意味着清华,特别是林方正在官方长官这个位置上,就必须表现对华强硬,否则他就坐不稳位子。 新版《防卫白皮书》就是在林方正的亲自过问下才出台的。 比如前几天,中国试射洲际导弹,林方正就公开抨击中国,称其没有提前通知日本这次的洲际导弹试射,还说中国在军事上频繁的动向令日本不安。 说实话,林方正纯粹是给自己加戏,日本也就是个挨中城导弹的命,非要操洲际导弹的心,还关心通报干嘛。 强硬派的对华方案是什么呢? 军事外交施压。 咱们都知道,日本有和平宪法,一切进攻性武器和以及对外军事活动都是受限制的。 但是呢,文汇发现,从去年开始,日本军事力量的活动似乎有摆脱缰绳的趋势。 先是在2024年3月23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在美国加州木骨脚跋场施射成功了其首款高超声速导弹高速滑空弹Block E。 这代表,日本在高超声速导弹领域已经实现了突破。 那么,一旦这种导弹大批装备日本舰艇,对于中国的威胁急剧加大。 因为高超声速导弹的最大优势是突防,美国防不住,中国防起来也困难。 这种导弹的测试,意味着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024年9月,日本防卫省宣布对海上自卫队架构进行调整。 架构重组后,四个护卫队群将被重组为三个水面战斗群。 每个水面战斗群包含一艘直升机母舰为核心。 考虑到日本的所谓直升机航母随时可以搭载F-35垂直起降战斗机。 所以这意味着日本将拥有三个航母打击群,重新达到与中国海军的军事。 这就意味着,中国未来在解放台湾时,不仅要面对美国印太舰队的威胁, 更要面对近在咫尺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威胁。 甚至日本的海上力量威胁更大,毕竟美国海军不方便直接介入,而日本很方便。 当然,这些隐性威慑是不足以让中国让步的,所以日本做了两个小动作, 第一是与菲律宾合作组建姊妹舰队。 咱们都知道,菲律宾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在南海挑起事端,干扰了中国很大一部分精力。 但是呢,菲律宾的海军实力非常弱机,连一条4000吨以上的驱逐舰都没有。 所以中国不怎么担心,随便一条海警船就碾压了。 这种情况,菲律宾知不知道? 也知道,所以必须想办法加强自身实力。 今年5月份,菲律宾是在5月10日作为观察员参加日美澳韩四国舰队司令官会议时, 提出想和日本建立姊妹舰队。 这个建议正中日方下怀,获得了日本的积极回应。 目前,关于姊妹舰队的机制,日飞还没有研究确定, 但这恰恰就是日本拿捏中国的手段。 如果中国做出让步,这种姊妹舰队可能就是象征性的每年派军舰串串门,也就这样了。 但是,如果中国不让步,那姊妹舰队可能就实质化了。 比如,姐妹之间互相借一件衣服一个包,没问题吧? 同理,姐妹舰队之间借几艘军舰,也没问题吧? 搞到最后,菲律宾甚至可能以免费租借的方式获得一支不容小觑的海上力量。 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可以通过后勤供应、技术培训等名义,实现军舰实质性的海外部署。 第二是,派遣梁月号入侵中国领海。 梁月号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韦,明目张胆入侵中国领海? 首先,显然不是日本所解释的技术性错误迷失了方向。 在现代导航系统、ACE系统以及定位系统都非常发达的今天,找出这种借口,已经算是侮辱智商了,狗都不信。 其次,也不是后来日本解释的无害通过。 因为即便是无害通过他国领海,也需要事先通报该国,得到同意后才可以通过日本的第二次解释无异于是强词夺理。 显然,日本人是无力不起早的,梁月号入侵中国领海,那就必然要得到大于承受中国怒火的代价。 那么,梁月号入侵中国领海为的是什么呢? 一方面,周边有中国海军演习,前来刺探情报。 梁月号本身安装有NOR-6ESM电子战系统,可以获取大量电子情报。 另一方面,试探中国底线。 说实话,中国海军二十年来,体量翻了好几倍,但形势风格,周边国家还摸不透。 梁月号这次的行动,就是赤裸裸的挑衅。 如果中国海军牙字必报,马上将其击沉,那么日本必然可以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借此突破和平宪法。 但如果中国海军保持克制,那么以后西方国家海军穿越台湾海峡时,就会做出更为大胆的举动。 事后,日本对中国的道歉要求置之不理,也是在给周边国家打气。 看到没? 中国海军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都进了他领海了,他都没咋样。 说实话,强硬派搞出这么一件事,确实处心几虑。 但是呢,这些手段,中国只出了三招,就一一破解了。 第一招是逼走菲律宾9701号海警船。 你不是和菲律宾舰姊妹舰队吗? 看看菲律宾海警的9701号船,在仙宾礁滞留了五个月,最后怎么样? 船被中国海军撞了个大洞,船员被中国海警断水断粮, 可到喝空调冷却水,最后全船爆发疫情,不得不灰溜溜地撤走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艘9701号船,就是日本送给菲律宾的。 中国这一举动,也是告诉日本,你别以为你送给菲律宾两条船,就能给中国制造多大麻烦。 在中国的绝对力量面前,你们这些手段,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第二是来而不往非离也。 两月号进入中国领海这种事,中国其实也没奢求日本能道歉。 反而是趁着日本不道歉的由头,派遣军舰飞机开始在日本海域频繁抽插。 9月2日,一艘中国海军测量船驶入土嘎拉海峡, 日本人声称这里是日本领海,其实这是扯淡的。 土嘎拉海峡适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中方船之过航该海峡是行驶过境通行权,完全正当合法。 中国也不像日本人那样找借口,我就是进了,咋地吧? 你不是有美国爸爸吗? 你不是有亚洲第二舰队吗? 能奈我何? 本来,日本是装死的,毕竟这类军舰都是侦察用的。 但9月18日当天,中国航母辽宁舰首次进入日本领海皮帘区。 皮帘区啥意思呢? 虽然不是12海里领海线,但却是24海里线,天气好的时候, 站在岸边高处就能看到中国航母。 而且,不仅有航母,还有航母配属的舰队呢? 一个完整的航母打击群,进入了日本海岸线24海里。 你要是日本,你心里干颤不干颤? 第三是配合俄罗斯进入日本海。 9月初,中国四艘军舰从日本家门口路过, 浩浩荡荡驶入日本海,与俄罗斯举行北部联合2024演习。 对于日本的关切,中国也阵阵有词, 只允许你进入我领海,不允许我进入日本海。 况且,日本海还不是你的领海呢,是公海。 中国为啥要进入日本海? 因为俄乌战争,俄罗斯渐渐取得优势, 美国怂恿日本用武力解决北方四岛,开辟第二战场。 俄罗斯的东方军力疲弱,必须拉中国来壮胆。 中国海军进入日本海,一方面是给俄罗斯一个面子, 另一方面也是借梁月号事件压制日本国内蠢蠢欲动的野心。 显然,在中国的三招之下,强硬派的政治和军事讹诈彻底破产了。 那咋办?只能谈判派上吧。 中日关于福岛水产品解禁的谈判,其实2023年就开始了。 为什么中国愿意谈呢? 因为中国和日本毕竟是搬不走的邻居,两国经贸往来密切, 中国还对日本有不少依赖。 所以,排海这个问题作为中日关系的一个争结, 谈判比不谈好,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而且,中国愿意谈判,同样在考虑中国渔民的利益。 为啥? 因为在中日海域之间,有个叫三陆海域的地方, 那里因为气候与暖寒流的特殊位置, 导致海鲜资源十分丰富,是世界顶级渔场之一, 中日渔船都在这里捕鱼。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渔船捕的鱼,中国禁止进口, 那中国渔船捕的鱼怎么办? 自己吃,那中国坚持的核辐射鱼有害健康的论断不就站不住了吗? 往外卖?那不就成了中国把不吃的毒鱼往外卖毒害别人了吗? 在国际上更不好看。 所以,为了中国渔民的利益,为了中国水产品出口, 这个问题早晚是要解决的。 中国的主张是独立拿到真实、有效、可信的数据, 然后自己进行独立分析, 然后根据自己的分析来决定是否解禁。 这个主张是啥意思呢? 就是中国去日本取样,时间、地点、取样内容、取样地点都是中国说了算, 不接受日本取好了样再给你测,不给日方动手脚的空间。 说实话,这个要求挺苛刻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核电站会接受另一个国家的排放监测, 切尔诺贝利除外。 日本人要是答应了,谈判派的绝对会骂成非国民。 但是呢,一时半会, 日本也没什么能拿捏中国的手段, 所以谈判一直拖了下来。 这个时候, 发生了日本混血男童在深圳被袭击身亡的事件。 说实话, 小编非常怀疑, 这件事像当年水户事件一样, 是日本人自导自演的。 因为案件八点发生, 日本记者九点就出现在了深圳现场, 而且在警方通报凶手身份之前, 日本记者就已经公布凶手是无业人员。 说实话, 如果说通过采访一下目击者能得到凶手身材衣着信息的话, 这并不奇怪。 但竟然连凶手无业都知道了, 这很让人怀疑凶手是日方安排好的, 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得到消息在这里蹲守了。 当然, 这只是猜测并没有证据, 但从事后的发展来看, 日本人明摆着要把这件事炒热炒大了。 十一点, 日本外向上穿杨子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下午两点, 岸田文雄又召开新闻发布会上, 再次要求中国保护在华公民。 然后紧接着松宣布, 通过为派驻中国大陆的员工及其随行家属提供临时回国, 设立心理咨询窗口等措施, 优先确保他们的安全和健康。 从政府到媒体再到企业, 效率空前的高, 就像提前准备好了一样。 与此同时, 中国的网络上也出现大批顿足垂胸的良心人士, 将这个刑事案件上升为仇日教育的恶果。 纸桑骂怀, 按着中国人的头让全体中国人反思, 还有大量的人跑到现场去给南同献花, 而现花卡片的落款格式乃至笔记都高度雷同。 然后上川阳子专程跑到中国会见王毅, 当面要求中国取缔反日言论。 取缔反日言论是中国的PTSD, 要知道, 当年的和媒协定里面就有这一条。 上川阳子当然知道中国不会答应这一条, 但仍然提出来了, 显然目的就是漫天要价, 落地还钱, 借着这个大事向中国施压。 你不取缔反日言论可以, 但是在取消禁止海产品谈判中要做出让步。 但是中国丝毫不怂, 不仅不怂, 而且在十一国庆假期到来的时候, 发布旅游警告提醒, 要求在日同胞和计划来日旅游的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 确保出行安全。 这一下, 日本可就慌了, 因为旅游业也是日本的支柱之一, 中国人又是日本的最大游客来源地, 如果中国不让中国人去旅游了, 那日本旅游业绝对要面临巨大损失。 显然, 中国是不怕上川阳子的讹诈的。 当然, 虽然中国不怕上川阳子, 但是事情还是要以积极的态度去解决的, 不能意其用事。 毕竟, 中国要考虑男童遇害案后, 中国日资企业的情绪问题。 毕竟日资企业在中国还有数百家, 带动了数十万人就业。 如果日本借这件事炒作中国安全问题, 逼日本企业撤资官场的话, 同样不是中国愿意看到的。 所以, 中国外交部发了声明中方对发生这样的不幸事件, 表示遗憾和痛心, 对男孩去世表示哀悼, 对他的家人表示慰问。 算是给了日本一个交代。 同时, 在水产品谈判中, 中国也的确做了一点让步, 那就是由独立监测, 变成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独立采样监测。 因为有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大旗, 所以对日本的主权刺激就小了很多了, 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也会小很多。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独立监测。 就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下, 那监测的人不还是中国人吗? 怎么监测, 在哪监测, 不还是中国人说了算吗? 而且, 中国还提前留了四个后门。 简单概括四条共识, 也可登陆外交部官网查看。 共识第一条, 明确日本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 避免对人体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开展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影响评估。 共识第二条, 设立覆盖排海关键环节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 确保所有利益攸关国参与其中, 开展独立取样监测。 共识第三条, 中日双方开展对话, 妥善处理涉及排放的关切。 共识第四条, 提到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品, 但这是有前提的, 原话是中方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长期国际监测, 和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后, 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 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 可以说, 这个共识全面贯彻了中国一直以来的主张, 原文也说得很清楚。 共识达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立即全面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入, 只有当建立长期国际监测, 符合中国独立取样标准之后才开始考虑调整。 2023年日本核污水排海后, 日本海产品相关企业已经从海关进口名单里被全部删除, 如果想恢复进口, 肯定要按照新标准重新申请, 接受审核。 就算审核通过了, 也仅仅是恢复进口资格, 但是到底要不要恢复进口仍然有非常多的缓解。 中国之所以开了这么多口子, 都只能怪日本抛出的诱饵太过甜美, 绝不能轻易舍弃, 必须紧握这份对日施压的力气。 而日本那边一旦得逞, 而日本方面在目的达成后, 态度明显缓和宣布解除了梁月号舰长的职务。 虽未致歉, 此举却已透露出日本军舰侵扰中国领海, 哪个人妄为, 非国家授意, 勉强算作对中国的敷衍说辞。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暗流涌动中, 日本那副短浅自私的面目暴露无遗。 若要中国解除水产品禁令, 何须费尽周折? 重启尘封多年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即可。 与中国这个制造业巨拨和广阔市场结盟, 何愁生计无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比追随美国靠汇率来剥削日本要好得多吧。 然而, 日本却放着宽广大道不走, 偏偏要紧随美国一条黑路走到底。 为谋取一己私利, 不惜用尽积谋, 与中国在暗处交锋, 但日本须知, 大国博弈, 终归是实力说话。 现今日本实力远不及中国, 却仍要妄图与中国抗衡, 岂不是每次交锋都注定落败? 此刻, 焦点全在于日本新首相石破茂的抉择。 是挣脱美国锁链, 踏上自主之路, 还是继续沉溺于自己的小算计, 让这场不断被戳穿的暗战持续下去? 我们拭目以待, 看其如何选择。